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有沒有人啊? 相機外賣 喂,有沒有人啊? 喂,這裡啊 喂,外賣到了 外賣錢 那… 新外賣錢啊 嘩,好多錯字啊 咦,對呀 不行,我要跟他說清楚才行 喂,外賣仔,別走著 給外賣錢好多錯別字啊 看過 又是那些中文字 叔叔我每個星期都寫的 你現在未想挑戰我 喂,不是呀 菜脯煎蛋飯 你寫了個蛋字啊 喂,阿嬤 左手也是蛋 右手也是蛋 兩個也是蛋 不是一樣嗎? 有什麼問題呢? 當然有問題啦 雞蛋的蛋是蟲子部的嘛 昆蟲、雀鳥那些是卵生的 你寫的那個是蛋字啊 即是太陽在地平線上升起的意思啊 你說啦,太陽怎麼可以煎來吃啊 那隻雞蛋煎成荷包蛋這樣 那就是太陽咯 你還想怎樣啊 喂,還有啊 炸菜肉絲米 你寫了火指邊的炸啊 你又想怎樣啊 我忘記了,讓我解釋給你聽 炸菜肯定不是要油炸出來的 而是要壓炸的方式 將芥菜裡面的水分壓乾它 然後加入香料 再放入乾淨麵粉泉就可以了 哪個炸都好啦 又是菜 不用分得那麼絲 這個更離譜 魚香加紙飯 你覺得對嗎 阿姐啊 我得罪了你的什麼啊 不要緊,你不明白的話 我解釋到你明為止 你寫的是這個竹花頭的加字 是古代惡氣的一種來的 應該寫草花頭的茄字 是不是啊 我求求你啦 賺錢而已 那些字體能明明就行啦 說不說不說 還有這個 焦雞臂法 雞臂的鼻子 應該是屈指邊的 但是你又寫了玉子邊的皮 這個是雞的器官 你不是想我吃雞的皮狀嗎 糟了 剛才我打電話去道律店下單 就是用了這個皮子 他們會不會給我一百幾十雞的雞皮 沒有了,我還是先走了 喂,不要走著 送一本書給你啊 咦,港生活學政治 沒錯 這本書就是由日常生活出發 教大家如何別別 經常會寫草字 你到場面沒東西做的就看看 以後就忘記寫草字了 又可以啊 其實除了茶餐廳之外 港生活學政治還會帶大家去到公園 地鐵站 巴士站 超級市場等等 圖文並貌這樣 去講解大家經常會見到的錯別字 和他們的正確寫法 兼且有接近二百條的題目 讓大家可以溫顧之身 所以無論你是外賣仔還是學生 港生活學政治都可以教曉大家 如何避免寫錯別字的 肯定心 算選張 老闆 wid益 天 稀 肚綴 老絲 是 蠻